在脸书上po文最后竟然演变成了枪击案 这是新庄呢 有一名17岁的少年 到了机车行修车 结果之后上网怒批说服务真烂 结果这个车行老板呢 却要求少年要给一万元的红包道歉 少年找来了亲友向车行反枪 说要红包没有只有白包 甚至向老板连开了两枪 还好这子弹是惊险的擦身而过 有亮枪的动作 机车行门口围了一大群人 每个人看起来都怒气冲天 一下子忽然有人动起手来 一阵混乱的全武行就在新庄的街头发声 三四个人对着穿着条纹上衣的机车行老板不断围殴 有人拿安全帽 有人用修车的工具 最后甚至一名红姓男子 还朝车行的老板连开三枪 车行的员工被吓得跑了出来 抱头蹲在地上 现场冲突不断 原来一名17岁的少年 因为不满意车行的修车服务 就上脸书抱怨留言 车行老板不高兴 要少年给一万元红包道歉 成兄斗横的少年不服气 甚至说要给车行老板一万元当白包 接着又找来堂哥及友人上门谈判 最后甚至对老板开枪 演变成枪击事件 还好弹头惊险地擦过老板的左脑左肩 没闹出人命 不过开枪后逃逸的男子 只因为替朋友出气 最后被依法送办 这修车变成流血事件 一时冲动让双方都变成了输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